先生你们知道吗 在马来西亚有两个很大型的车展 一个是每一年都会举办的 Malaysia Auto Show 另外一个呢 则是六七年才会举办一次的 基隆坡国际车展 KLIMS Climps 而在今年呢 KLIMS 已经确定会举办了 而这个举办单位是 MAA 是大马联合汽车工会啦 也就讲很多很多的汽车品牌 会在这个会展上面呢 展出他们最新的车款 起不期待 那么呢在今天呢 我们就来谈一谈呢 关于这个 KLIMS Climps 上面 会有什么重量级的车款 可能会展出 那么对于这个新车有兴趣的朋友呢 这期影片不要错过 然后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这个 KLIMS Climps 上面呢 每一次呢 都会有很多重量级的车款 例如讲在2018年的时候呢 就有超级多的新车在这里 so far 那么今天呢 第一款要讲到可能会在 KLIMS 基本上这款是确定会登场的啦 就是 Protoss E-Mark 7 目前呢 Proton E-Mark 7 已经确定了 会在这个会展上面展出 它的量产版本 不像现在啊 现在你可能会看到这辆车 但是它是有这个 Camel 伪装的啦 因为它还没有最终定型 而最终定型的版本呢 大家可以猜猜它是什么样子啦 而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指出呢 在这个会展上面呢 原厂也会正式发布这款车开放预定 也就是讲最快呢 可能在明年农历新年之前呢 你就可以开上这一款车 这个 Protoss E-Mark 7 呢 是这个极力银河 E-5 的双胞胎兄弟车型啦 只是一个是左架 一个是右架 然后它们的很多的动力细节啊 还有电池等等啊 细节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呢 就是在它的电机跟充电的模组部分啊 因为在中国呢 银河 E-5 是采用中国自己标准的这个充电规格 而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这个姿势呢 则是CCS2 所以这一点会有点差别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呢 在这个中国银河 E-5 呢 它的这个电机跟充电模组呢 是11合1 马来西亚是12合1 所以主要就是因为这边啦 然后根据 Protoss 自己的说法呢 关于这一个马来西亚版本的 E-Mark 7 呢 它们会在悬吊的部分进行重新的调整 会更加适合马来西亚的道路 也就讲操控表现会更好啦 其实我之前有试驾过这个银河 E-5 了啦 它的悬吊的部分其实我觉得 如果在平坦的道路上价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在一般的打慢路上面价 它就会比较摇晃一点点啦 所以我希望这一点可以调整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一辆车呢也会采用这个 Flyme OS 还有 Android Auto 跟 Apple 卡配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在续航的部分呢 目前呢根据中国版本的信息呢 CLTC 最大续航可以到 530 公里 那么 CLTC 通常是有点灌水的成分在啦 我相信换算到来的话 应该会有 400 公里左右 那么大家觉得如果 Protoss e-Mark 7 呢 有 400 公里左右的续航够不够用 不过它的动力表现还是不错的 0-100 加速 6.9 秒 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啦 那么如果大家对这款车有信息的话 那么届时呢我们也会带来第一手的消息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啦 第二款车型呢很可能在这个 CLIMP 上面发布的呢 就是这个 Prodo 的 D66B 啦 最近我们一直有看到这个 社交媒体上面有人传言啦 就是这个 D66B 胎死部中不会推出啦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完全不可能 因为这一款车呢目前已经在 Rawang 的工厂 进行的预生产啦 就是讲它们一开始小批量生产 所以其实这个新车已经是 ready 了 当然呢我们也是有去找 Prodo 找了很多次问他 诶为什么 D66B 还不要发布 你的车都 ready 了 它们其实有给出一些理由啦 就是因为它们在等待一些东西 另外呢目前 Prodo 的工厂产线是满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个销售数据啦 Prodo 每个月都要买 3 万多了 所以它们的这个员工其实是有一点点分不出手来 去做这个 D66B 的东西啦 所以这个是主要延迟发布的原因 这款车肯定没有胎死腹中 那么这款车其实大家都知道啦 它是这个 Yaris Cross 的双胞胎兄弟车型 而根据之前的传门指出呢 这个 D66B 呢它只会有 1.5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而混合动力的版本呢 只会是这个 Toyota 版本才会有啦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06PS 风积率表现 138Nm 跟现在在卖的这个 Vios TNGA 是一样的 然后匹配的自然也是这个 DCVT 的变速箱啦 另外呢 因为这一款车的定位比较高的关系呢 所以它也会有这个 ATTAC 系统 也就是 Prodo 的这个 AXA 啦 然后它会有这个主动式定速悬航 Tie Stop Vanguard 的功能 车道维支系统 自动紧急刹车 然后远近光灯 自动调节等等等等啦 如果你是要看配备的话 这辆车还是很期待一下的 而根据我们之前的消息啦 就是 Prodo 在一个市场调研的活动上面 表示呢 这款车的售价会从 73,000 块起掉 那么大家觉得 73,000 块买到一台 B Segment 的 SUV 有没有竞争力咧 那么第三款很有可能在 Clean 上面发布的新车呢 就是这个 Toyota Cross 的小改款车型 因为根据我们之前的消息指出呢 这一款车会在 11 月份发布 刚好 11 月份差不多是 Clean 的这个展会的时间啦 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在这一点的时间点发布啦 那么这款车对比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主要的点就是这个外观的设计进行一点小小小的修饰啦 会让它更接近现在的这个第九代的 Camry 我觉得这个外观设计叻好不好看见仁仁仁仁啊 只是我自己是没有很喜欢啦 不过它在配备的部分升级是还蛮有感的 首先它终于有了电子手刹车 而不是采用这个脚踏式的刹车 那么就是找买找享受啦 时买就等这个新的配备啦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懂大家喜不喜欢啦 所以自己拿捏一下咯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它的这个内装也会有一点点的升级 例如讲这个触屏主机呢 也会支援这个无线的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这样子就不用去连接Cable 这个也是好的 除此之外剩下的细节大同小异 就是呢 它的这个动力配置呢 还是会维持这个1.8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还有1.8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因为目前呢 台湾市场跟泰国市场呢 用的都是一样的动力配置 但是呢 在马来西亚啊 我相信改更改的可能性并不会太大啦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呢 这个Cororacross Hybrid 小改款呢 它的电池会从烈电池变成锂电池啦 就是这个能源密度会更高 也就是这样呢 它可能会更省油 可是呢 实际是这样 我们要等到车子出来才知道啦 然后至于在价格的部分呢 我有理由相信呢 它应该会维持跟现在的价格差不多啦 那么大家觉得它会维持还是会涨价还是会降价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们讨论啦 第四款可能会在Claim上面发布的新车呢 我个人猜测有可能是Honda Civic 的小改款车型 这款车呢 其实早前已经在泰国市场发布了啦 而根据Honda Malaysia 一直以来的作风呢 如果是泰国市场发布了之后呢 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呢 新车就会在马来西亚市场发布 而这个 Civic 呢 就很有可能 其实呢 Honda 的小改款车型呢 跟其他的品牌都不大一样啦 Honda 的小改款 他们可能在这个外观设计 或者是内装的部分呢 没有太大的改进 但是呢 他们会更改一些你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就例如讲 可能今天消费者投诉 这个 Honda Civic 在小改款前 可能它的悬吊比较硬 如果是隔音比较不好 在小改款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针对这一些点进行升级 你在外观上面看不到 可是实际上它是有改进的 另外呢 根据泰国的媒体表示呢 这个 Honda Civic 的小改款呢 还有一个不同的点就是呢 在混合动力的版本上面呢 它的车机系统内建这个赛道模式 也就是讲呢 你可以用这个赛道模式去记录你的单选成绩等等等等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不对 一辆Hybrid 的车款它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 不过其实 Honda Civic Hybrid 呢 它的操控表现真的是不错 而且它的动力跟油耗也兼顾得到 那么之后呢 有机会我们会做一期 Honda Civic Turbo 跟 Honda Civic Hybrid 的对比影片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留言给我知道啦 那么最后一款 可能在Claim 上面发布的车型 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款车型 就是 Nissan Kicks 没有错 Nissan Kicks 因为呢 Nissan Malaysia 或者讲 ETCM Adelan Tanjo Motor 呢 已经确认了这个Nissan Kicks 会在2020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发布 我觉得在这个PIM 上面发布 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呢 最起码的话 他们不用太去租场地做这个发布会啦 那么这款车 值不值得期待呢 虽然它很老了啦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期待的点 首先呢 就是ETCM 第一次在马来西亚 引进这个 E-Power 的系统 虽然讲这个 E-Power 的系统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 但是呢 它的油耗表现是一流的 那么呢 它是一个1.2公升的 这个三缸自然进气引擎 和这个电机组成的系统 不过这个引擎基本上 它不会介入这个动力的驱动啦 它只是供电充电 还有供电给这个电机 这台车开起来的感觉 就很像电动车 但是它不需要充电 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大的卖点啦 还有一点就是 三缸引擎懂不懂 据说是不懂 因为呢这个引擎并不是主要用来驱动动力的 所以它在启动之后呢 它只会维持一个转速 例如讲它维持在3000转的时候 它就是定定3000转 它不会有这个高低起伏 主要就是稳定的输出电力 给这个电机跟马达而已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外国有试到啦 这辆车那个平均油耗啦 大概是4.2L per 100km 左右 很省油 那么马来西亚版本怎样 拭目以待 不过这台车我觉得 还是有比较可惜的地方 就是它并没有配备这个 它没有主动式定速巡航 然后车道尾是这种可能有 然后自动紧急煞可能有 但是更高阶的功能它没有 那么这个其实也不是ETCM的错啦 是泰国的版本本来就没有 所以我们没有也不奇怪啦 不过呢 我是希望这款车可以配一个合理的价格 我猜测它大概会卖11万到12万左右 如果12万的话 大家会不会捧场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其实这个Claims上面呢 有很多的新车可以看的 然后到时呢 我们也会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报导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Claims有兴趣的话 想看有什么新车的话 记得我们的Facebook Instagram 小黄叔 TikTok 还有我们的Facebook 你都要Follow 我们会带来第一手的消息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